六十二頁 寫著 布施食物的功德 所以布施食物 我想各位剛剛 在緬甸真是很有福報 每天可以供災 可以出家人 然後這麼多孤兒宴 可以幫忙 然後呢 這麼多流浪狗 這麼多烏鴉鴿子 這麼多河流 很多魚 各位可以施食 布施食物 所以 這個很重要 除了累積施食的功德 還可以怎麼樣 來念一下 广結眾生圓 各位都知道 緣分很重要 緣分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跟對方 結好緣 就是說你成佛 你也度不了他 所以佛陀以前 沒有東西供養 乾脆用身體跟眾生 給他吃 蘑蟻 都等於唸一遍賢潔經的功德 所以 布施十隻螞蟻 等於唸了一部 千佛經的功德 布施一百隻螞蟻 唸一部三藏十二部 唸三藏十二部經典要五年 還唸 還唸得完 唸經你看功德有多大 但是你只要 布施一百隻螞蟻 這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 我講這個 你都知道 但是你兒子不知道 你孫子不知道 你現在疼他 帶著他 小朋友拿食物給他 布施蜜啊 布施魚啊 他就會有慈悲心 他將來就不會殺神 那這個就是他健康 常受富貴的因 最簡單的方法 所以在六十二頁 佛陀告訴我們 施十的功德 這裡面特別強調 布施給鬼道 所以我希望各位身上 還是偶爾都帶著米 走到哪裡 嗡啊 哄就是這樣 像我在車上 我永遠都帶一罐米 在車上 然後打開窗戶 布施出去 在飛機上 還有他們給我們麵包 折一塊 嗡啊哄放在腳下 放在 養成習慣 然後幫助眾生 然後你會發覺 如果你會念辨識咒 惡鬼升天 那這些惡鬼道 成為天神 護持你 所以你在這個世間 佛陀說 護法神如果要幫助你 你從來不用煩惱 世間的福報 你從來不用煩惱 要工作有工作 要找什麼人有什麼人 因為護法神就護持你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那你了解佛法的因果 種這個因自然有那個果 不用求那個果 你多試試給這些 可憐的動物 孤魂野鬼 那你心想事成 你會覺得 什麼東西都排得剛剛好 剛剛好 真是不可思議 所以我們唸一下詩詩的 二十種功德 在甘露未經雲 若當來世 能詞此經 當之世人 以為變色 二十種大福德據 何謂二十 一則 現在不為 飢渴窮惡 疾病衰禍 惱惱身心 二則 人有所食但 若不眉皆成喪味 三則 其人所入野道 重讀何何草藥 終不能傷 四則 其人鬼神羅叉 精魅亡良 觀之如佛 五則 其人諸佛菩薩 天仙龍神 忽如眼睛 六則 其人所有異病 落葉落魔 不能近身 七則 其人壽命增進 臥安 絕安 促世吉祥 八則 其人愛曠野 伐掃水草 自然稱世 九則 其人頭冒一躍 膚體光澤 無有惡色 十則 其人常逢善有 乃至菩薩 現為依 父次 一則 其人未來 常生 差利王家 二則 其人 聚足 色利 受樂 慈便 三則 其人 常生 諸佛 菩薩 權 四則 其人 所在之處 福藏 自現 五則 其人 恒得 他人 恭敬 世間 六則 其人 所有財寶 無能奪責 七則 其人 抑鬱所願 惜得 撐睡 八則 其人 不隨 積檢 劫難生 九則 常生 天上 受 尊聖樂 十則 常以 法喜 禪月 無 饑渴 視為 二十種 大福德 居 所以 經常事實 剛剛講的 用米也好 用飯也好 點煙貢香也好 真實做煙貢 擺食物燒也好 那你就可以 二十種功德都可以得到 那我們有二十種功德就可以隨時布施給別人 你的朋友在生病他沒有學佛 你替他做這樣就可以 你跟他結緣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要求他做 那媽媽在殺生吃肉 兒子替媽媽吃素 媽媽可不可以得到功德 可以 就這個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別人都當作你的父母一樣的報恩 然後替他做功德 這個人天天罵佛教 你不要生氣 你每天為他念一百零八遍 阿彌陀佛 這樣 所以佛經說 一個人毀磅三寶 那你替他供養佛經給寺廟 你替他在佛前點燈 回線給他 都可以消除他的夜道 那你就跟他結緣 那生生世世你會發覺 哇這個 哥哥對你特別好 妹妹對你特別好 老公對你特別好 所以一個人在世間上 突然很多善緣 都是因為你結過的緣 所以你被幫助是因為你過去幫助他 你被傷害是因為你過去傷害他 這個很公平的 所以了解這個道理 那我們隨手都要結緣 走到哪裡 噴噴甘露水跟眾生結緣 每天為眾生點燈結緣 一盞燈也沒關係 所以每天念佛誦經跟眾生結緣 這都是一個好方法 請翻到二十四頁 眾生好苦啊 我們吃飽飯啊 他們又雞又渴 現在天氣很冷 二軌道天氣越冷 他身體越熱 天氣越熱 他身體越冰 這就是二軌道 很可憐的 嘴巴很飢渴 喝水 有一種二軌道很有福寶 白天他即可 可以喝水 但是到了晚上沒太陽 水就變流酸 把他全部 長度都給他燒壞掉 然後到了白天 又可以喝水 然後到了晚上又燒掉 所以各種的軌道 那有些軌道可以喝水 但是他到了河邊 其他的軌就打 就打他 追殺他 所以他喝不到水 那有些真的可以喝到水 馬上就吐火 但是有一種人 他可以喝到水 所以我們緬甸很多孝順人 經典說 一個人用身體去孝順爸爸媽媽 他走到 走在路上 腳去沾到水 雨水 那個二軌道可以喝 所以你身體孝順 你的身體都有功德 如果你的身體還有守五戒 那不得了啦 雨水淋到你 然後滴在地上 那些二軌道可以喝 如果你又會念大悲咒 一天念三遍大悲咒 那你洗澡的水流到水溝 那些小魚都可以超度 所以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身體可以變成功德 嘴巴可以變成功德 像各位你眼睛多點燈 你點燈用一個悲心 以後你眼睛看任何對方 對方的業障消除 佛陀眼睛有無量的功德 所以你要用你的眼睛 多點燈多看佛像 用你的耳朵多聽佛法 多聽佛經 那以後別人跟你講話 那跟你講話 他有功德 所以佛教裡面要轉化對方 轉化對方 所以你的鼻子多點香 供佛做焉供 以後你的鼻子誰看到以後 對方業障消除 所以佛陀有這種像 佛陀的像好莊嚴 可以消除眾生的惡業 各位你多貼金 佛像佛打多貼金 以後你皮膚 誰走到你身邊 這個燈照到你的皮膚 你的皮膚的光 對方可以消業障 所以每一種功德都要做 那這樣你才可以幫助 不一樣的生命 他不一樣的苦 就像各位今天 我們布施這麼多食物 那你布施這麼多食物 就算你現在身上沒食物 當你在講話念佛的時候 餓鬼道就不會肚子餓 因為你經常在施食 你講話的聲音 他不會肚子餓 那各位知道如此 所以各位經常布施水 用水來念大悲咒 來上供下施 以後你身上喝的水 包括你去上洗手間 你的水都可以利益眾生 所以佛法不可思議 了解如此 所以我們太多好事可以做了 所以這個生命 人生難得不要浪費 哪怕只剩下三個月 都要用你生命的每一寸 就像各位 今天你的頭髮好不好用 頭髮稍稍看味道香不香 要不要現在燒一下 頭髮味道 一點一根味道就很強 所以佛陀的頭髮八根毛放在緬甸 緬甸就變佛教國家了 所以各位你有守戒律 你有吃素 不得了啦 你一根頭髮交給你孫子 放在口袋啊 騎摩托車都不會跌倒 因為你吃素人的頭髮不一樣啊 所以 為什麼你要守戒律守多一點 你的指甲都可以利益眾生 你的頭髮可以利益眾生 所以我們守戒律不是為了保護自己 守戒律的功德 我守五戒 我吃素 我守八觀哉戒 我守菩薩戒 那你全身上上下下都是功德 這個就是菩薩道 那最後你功德圓滿了 叫佛嘛 叫這個意思 佛的名字可以利益眾生 現在叫你的名字煩死了 沒功德 你稱佛 你的名字 就變成功德了 你的相片變成功德了 所以 你寫的字都變成功德了 所以各位以後沒事要拿著毛筆 你唯父法師幫我寫一個阿彌陀佛 貼在家裡 你他老法師寫個阿彌陀佛 他出家二十年 那個字就有二十年的功德 要了解嗎 所以以後看到說 這個出家人出家三十年 幫我寫個無病發財 貼在公司 哇 三十年的功德 所以各位 因為你修行了 所以你寫字有功德 你的聲音有功德 了解嗎 以後你死了 連你的骨頭都有功德 就這個意思 佛的設立 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所以你 你做爸爸媽媽的人 你就算死了 你的骨頭 還是化成骨灰 你的子孫拜你 子孫都還得到你的功德 但是如果你沒有修功德 你福報不好啊 殺生啊 愛吃肉 你的子孫本來很健康 一拜拜阿公回來就生病 因為阿公在吃肉了 阿嬤在吃雞肉了 這樣 那你不害了你子孫嗎 這佛教 就告訴我們這個道理 互相影響 時時刻刻在影響 像我自己 我自己都很 我就很有信心 我爸爸只要生病以前 痛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只要跟他講話他就不會痛 我才知道我還有一點用 因為這樣我就很有信心 那我要更認真 所以我爸爸說 他再怎麼痛苦啊 他不會念的 他只要我念 我唸個鍥紙這麼煩 他痛就不見了 他以前膝蓋在痛 只要我回去 他不是 拿念珠要念我的 和尚兒子 念珠給我幹嘛 放在膝蓋 這樣就不會痛 然後不痛一直交給我 好好唸啊 笑蝁 他把它當成充電用了 但是我認為說 你看我出家 對我爸爸有幫助耶 對我媽媽有幫助耶 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更认真 要了解吗 所以各位原来我们每个人所做的 在佛经叫功不堂捐 就是说你所造的业这个力量永远存在 叫业力不可思议 所以千万不要造恶业 但是要积极造善业 像我们缅甸的出家人最喜欢拜的 那个叫西瓦里 西瓦里各位知道站着拿着散的那个叫西瓦里 西瓦里功德多大 只要走到哪里空的坡都会装满菜 他后面跟一百个出家人 一百个出家人永远坡里面都会满满的菜 西瓦里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福报 所以佛陀就跟那些没有福报 脱坡脱不到坡的 那你们就跟着西瓦里 西瓦里往东就往东 西瓦里往西你就往西 因为西瓦里累世供养三宝帮助贫穷 所以他叫福报第一 西瓦里 这个意思啦 那另外一个 叫乌巴骨 你们叫辛乌布骨 对不对 辛乌布骨 他福报也很大 水中佛 他不断水中佛 他可以消除魔鬼 如果你身上被魔鬼附身 或是有人要伤害你 你只要点一盏灯供养 乌布骨 跟他祈求 那个障碍就消除 鬼都消除 所以阿育王能够在世间盖这么多佛塔 就是这个 乌巴骨 尊者帮助他 降伏魔 特别哪一个地方有蛇 蛇特别多的地方 你就请一个乌巴骨尊者 放个水 放在那边 蛇不会过来 所以这个意思说 这些菩萨 他修行的目的 是为了别人 所以你在这个世间 造什么善业 就会影响别人 比如说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上课 突然 电停掉了 为什么 一个偷电的人跑进来了 这个人一进来 我们电就跳掉了 了解吗 好的也会影响别人 坏的也会影响别人 所以佛教讲空性 什么叫空 也叫互相影响 互相依靠 佛教讲 缘起性空 所以佛教里面告诉我们 善可以影响 恶也可以影响 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个世界 也帮助别人 帮助自己 你一定要存善心 好的心 讲好话 一直做好事 你走到哪里 那个世界会更好 像你这个人 不生气 不生气 一直忍 已经慢慢不生气 这个人本来两个要吵架 你过去 他们两个就不吵架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充满欲望的地方 他们在赌博充满欲望 佛陀一出现 每个人都没有欲望 那你这个人爱发脾气 爱发脾气 本来这两个人 讲讲讲 快吵架了 你过去两个就打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过来了 你这个爱发脾气 你过来 害人家打起来 因为你也会影响他 然后你这样就等于造了一个很不好的恶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了解如此各位 你希望你儿子健康 你希望你的亲戚朋友健康 那你吃素 你多放生 你多放生 像各位今天布施米座药供 你会不会影响他 他病就会好一半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修成像药师佛的果报 药师佛说 你看到我 你想到我 你念我名字 你都能够消病苦 因为药师佛成就了这个功德 所以各位为了让别人长寿健康 多放生 好不好 多救命 为了让别人有钱身体有力量 多布施食物 这个叫菩萨道 菩萨道做这些都不是为自己 因为你会影响别人 会影响别人 但是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世间没有不互相影响 叫缘起性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一切存在 都是互相影响 互相的关系这样而已 那既然如此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改变世界 记住这句话 我们今天在东芝观音寺所做的功德 会不会影响美国 会 会不会影响地义 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经说 一个人守八关在戒 像明天初一 各位如果明天能够吃素 守一天八关在戒 地方上没灾难 因为一个人 东芝有一个人守八关在戒 东芝就减少很多灾难 所以每个人都在影响世界 这个叫一心造十法界 所以你的心态会影响佛陀 会影响天神 会影响地狱 会影响爸爸妈妈 会影响儿子 既然知道如成 所以我们要一心念佛 保持在最好的身口意 那你走到哪里 就像一朵 佛教叫莲花 这个世间虽然是肮脏的痛苦的 但是除了出现一朵莲花 代表清新柔软 好有意思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众生而修行 这个叫世间莲花 这叫菩萨的意思 各位了解 你不要生气 为什么 你先生脾气不好 那我不要发脾气 我忍 我多年阿弥陀佛 他脾气就改变了 如果你打电话说 你不要对我那么凶嘛 他就打你一顿 你乱讲话 你跟他讲没有用 佛法是告诉你 用这个缘取 影响对方就好了 所以对方很凶 那我就变成很慈悲 为什么魔王要伤害佛陀 对 魔啊 那佛陀没有变什么魔术 用神通啊 佛陀就想了 我如何修慈悲心呢 魔王的嗔恨心 所有的武器就变莲花 这样了解吗 佛陀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 很简单 你不见得说 今天你在路上走 有一个男人想要抓你 强暴你 你喊警察没有用 你赶快心如莲花 甚至想着我生生世世不邪淫 你想着这个 然后他就离开了 就改变了 今天有人拿一个毒的硫酸 要伤你的脸 伤你的脸 让你毁容 但是那个硫酸泼过来了 你那个时候没有恨他 哎呀 我同情他 阿弥陀佛 那个硫酸变成水 各位你一定要相信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一切都是你的心造成的 今天有人骗你的钱 那你想到他 他好可怜 一定我过去骗他的钱 所以呢 哎呀 我不应该跟他计较 哪一天他需要钱 我还要帮助他 这个人不但不偷你钱 他本来偷你钱 还要杀你 结果你起一个好的善念 他不但不杀你 算了 不偷你钱 离开了 你才知道 原来我念头改变 世界改变 坏事就变好事 但是好事为什么变坏事 因为你念头变坏了 所以各位永远要掌握这个道理 不要怕 不要恐怖 不要嫉妒 不要担心 因为你越担心 它越发生 知道吧 哎呀 我好怕我儿子生病 我好怕我儿子 他就并念一眼给你看 我懂得药师佛 我为他念药师佛 我天哪 他一定要很好 他就变得很好 念头很重要 跟你自己一样 医生跟你说 你三个月来检查 你可能癌症 你就想 我癌症 我癌症 一个半月你就死了 医生跟你说 你得癌症 三个月 没关系 那我借这个机会不要上班 我天天去放生 做阉供 法师说 做失食消除癌症 对不对 你去给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这个没事 所以我们前几天 有一位女菩萨 她得肝癌 两公分半 没办法睡觉 找了多少人跟我讲 海盗法师救命 两公分癌症 如何如何 那我们就帮她做功德 跟她回向 结果她那天检查 医生说 这没关系啦 这脂肪肝 可不可以改变 癌症都会变脂肪肝 我就是这样出家了 医生带我妈妈去看 带我去看 我妈妈得胆癌 然后可能影响到胃 胃癌 医生说这个很困难 一定要开刀化疗 结果我法医院 好好修行 乃至出家 就说跪着送地藏经啊 希望我将来 我为我妈妈 我一定要出家 我就这样 结果我妈妈不感觉到痛 三天她又报 别的医院检查 医生说 没事 发炎 我妈今天还跟我讲 我哪有得癌症 是你讲的 我说是是是 没有最好 但是我相信 因为你改变了 妈妈改变了 所以各位 人可不可以影响别人 可以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要世界好 世界就变好 一切都可以改变了 这杯水可不可以变成甘露 你有慈悲心 念阿弥陀佛 它就变甘露 水有八德 变成甘露水 供养十方 消除二叶六道七娘 一杯水很虔诚的供佛 加上悲心 回向给鱼 一杯水可以超度 整个冬枝吃掉 一年吃虐吃掉的鱼 通通超度 佛经这么说 相不相信 最重要 一杯水拿来供佛 可以超度八万四千的鬼升天 八万四千的鬼 恶鬼升天 因为一个杯心 加上一个水 力量就出去了 每次下雨 你不要说 啊 干嘛下雨 你要说 下甘露了 这样 了解吗 然后水就变甘露 然后你念观音菩萨 就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就佛教的修行 念一下 转念头 永远记住 这个就是佛教 不要被不好的事情 拉下去了 不要担心 不要觉得自己生病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 要觉得 各位 你将来可不可以成佛 没问题 你不要说 哦 不可能啊 我这种人 那你要把你自己下地狱吗 你要说 没问题 所以 这个人在得癌症 没问题 你听我的 吃素 念药师咒 我送香给你 你每天点 三个月 OK 对方有信心 真的就OK 对方没信心 就不行了 所以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到国外赚钱 中医年纪大了 他们两个赚了很多钱 要回到他们的家乡 来退休了 结果 路边碰到一个很准的算命的 他们两个都相信 这个算命 看到这两个老人 有钱了 哎呀 你们好可惜啊 赚了这么多钱啊 七天以后 你们两个就死了 啊 还没有到家乡 就听到这个事 其中一个一想 啊 我这么努力赚钱 七天就死了 怎么办 哇 剩下六天 哇 剩下五天 最后一天 啊 剩下一天 他就死了 他算得很准 另外一个 啊 剩下七天 那我好好的 赶快把这些钱 去帮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我这辈子这么自私 剩下七天 我要去做好事 结果七天又七天 七天又七天 他到现在还活着 因为他的念头是 我要利用七天做好事 所以他活着 另外一个 哎呀我没有用了 我剩下钱 所以就准时死掉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讲坏话 了解吗 你要讲的是好话 没问题 会改变 谁都可以成佛 我也可以成佛 因为我可以成佛 所以我才归于佛 就这个意思 请问鱼可不可以成佛 鬼可不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带他归于佛 那所以个性改变命运 这一点记住啊 我发现有些人都不太笑的 有点悲观 好像大家都欠他钱 这样不好 你要看他没事 没事没事 OK OK 你不要跟你儿子 儿子这样你会完蛋 你会亏钱咯 我替你担心咯 他本来还赚钱听你讲亏 所以你要 你要告诉他 讲好话 没问题 我帮你念佛 没关系 你冲吧 各位 佛的力量大 还是他的力量大 当然是佛的力量大 所以供佛一杯水超度 八万四千个鬼 佛的力量太大 所以佛经说 你在这个世间 布施百千万亿美金 盖了一百条高速公路 哇 福报很大 不如一支香供佛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了解吗 所以各位 你只要去供一个佛 超过世间皇帝的功德 所以你要想 我们信不信福啊 所以修行 念这四个字 来 水洗自己 啊 我们太有福报了 我们这辈子 能够学佛 生在佛教的地方 又可以清净大乘佛教 又懂得念阿弥陀佛 啊我太幸福了 好不好 不要再抱怨了 不要跟你儿子说 你爸爸对我不好啊 你太太对我不孝顺啊 那你这样抱怨 哪一天你会得癌症 因为你是个忧愁型的 所以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佛头照说 虚幻的 假的 不要太在乎 就像你在看电影 恐怖 很恐怖 那是电影 好叫 看电影 假的 所以假的就不要太在乎嘛 我们现在就把假的当真 很在乎 我很在乎这一份感情 假的像空气 那很在乎 我很在乎我的生命 那个生命也是假的 都会死的 请问不会死的举手 保证你的百分之一百一定死的 所以 既然会死 所以我好好的做好事嘛 对不对 死了以后更快乐 不要去做假的事情 做那些 对生死没帮助的事情 所以人要 相信来世 这辈子很短 我利用短短这辈子 做未来世的快乐 你升天至少九百万年 第二成天三千六百万年 你短短的几十年 就可以制造三千六百万年的快乐 短短的几个念头 一念乃至十念 一个人快死了 念十遍 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无量寿 往生净土 所以了解如此 黄金白云 非为贵 别人有多少钱 多少地位 我不羡慕 我羡慕 我有一颗 菩提心 佛心 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钱 不叫穷 不懂佛法 真贫穷 所以各位 有没有富贵 因为我们有三宝 因为你归于三宝 你最快乐 你要一直这样想 你才不会计较 如果你不这样想 老公对我不好 老婆对我不好 国家对我不好 换什么总统 跟我没有关系 你每天在那边抱怨抱怨 那你把三宝当作没有用 把世间当作最有用 那是最可怜的 所以一个懂了三宝的人 爱惜三宝的人 信仰三宝的人 太快乐了 没有什么羡慕了 你开一部黄金坐的飞机来载我 我都不羡慕 我一句阿弥陀佛 抵了你十步飞机 所以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那功德力太大了 那我们会念这么多佛 会念这么多咒语 那各位快不快乐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抱怨了 好不好 多微笑 我刚刚讲 努力微笑 生病也要笑 前辈偷了更要笑 因为笑是修行来的 这是忍辱 我们要笑 哪一天你得癌症 人家看你 你还在笑 没事 人家说 哦 这个修得好 你看得癌症还在笑 对阿 不然要哭阿 所以你很乐观 所以癌症对你来讲 还没有痛就死阿 我跟你讲 来不及痛 但是如果你不微笑 一直哎呦 啪啪啪 然后你就痛得半死 痛得半死还不会死 你看多可怜 所以很多菩萨来找我师父 我爸爸快死了 我妈妈快死了 你帮他念一下 他死不掉 这个还很痛苦 死不掉 所以我要努力的做功德 让别人好死 让别人气不起来 让别人在你面前骂不起来 你要好好修行 你要好好修行 然后呢 你就可以改变对方 所以各位 记一句话 来 慈悲要像呼吸一样 不要忘了呼吸 不要忘了慈悲 这句话最重要了 你随时都会碰到水 你碰到水就洒出去 你随时都会吃饭 随时人家拿面包拿糖果给你 拿面包给你 你也拿这个面包先供佛 然后呢 要吃之前这一块 你看 乌鸦马上 过来了 你马上死死 所以你每天要喝好几遍水 你每天要喝水 就要把这个水拿来供养三宝 好不好 观想一次 水有巴得 供养十方 消除恶业 六道清养 然后你就滴几滴出去 烘一烘 然后自己来喝 那你一天可以做多少功德啊 这个跟有没有钱没关系 有没有心最重要 对不对 你每次就问你老公 你有没有心啊 你心脏在哪里啊 所以各位 修行要有这个悲心 想到众生苦 你要有悲心 哪怕一杯水 你都 因为你吃这么大一碗饭 才七颗米给他 你都懒得吝啬 你都会忘了 代表你悲心不够 了解吗 你只想了我的肚子 忘了他的痛苦 所以那个时候 你就要叫人家 打你几板 下回不要忘了 我不能只想我肚子饿 而忘了那些孤魂野鬼的苦 七颗米饭 可以给多少蚂蚁吃耶 对不对 你给他丢到盒里面 那个一夜会来抢耶 何况是无形众生 要这样去布施 所以 第29页 上面 念一下 每次我都要带着大家念 念辨识咒 那摩沙瓦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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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苦口婆心交代你 一定要把这个咒弘扬到全世界 甚至佛陀说 你会念这个咒而不能成佛的 那我讲的经都是骗人的 佛陀再三强调 大乘佛教的精髓在这边 所以我们华人生在缅甸 要替所有缅甸的出家人 替所有缅甸的修行人 念这个咒 因为他们没在念 他们念巴黎文 我们懂得梵文 那这个咒翻成中文的发音 那各位要 都要念 走到哪里都要念 那么少到哪里都要上不来 上不来 变成习惯了 你念这个咒 就算没有食物 所有的鬼 听到你念这个咒 他们喉咙就马上停止痛苦 你看这个咒 肚子就不会饿 你看多痛 多快乐 你知道泥鬼多可怜吗 泥鬼 一天可以生五个小孩 然后呢 最可怜的泥鬼 一天可以生五百个小孩 一天喔 为什么生五百个 被五百个男鬼强奸 一个女鬼 一天会被五百个男人强奸 所以他会生下五百个 不一样男鬼的小孩子 然后生下来以后 他又没有办法养他 连一点奶水都没有了 还养他 然后他干脆想说 那我明天要被强奸 要生那么多 算了 所以我干脆 为了我很饥饿 又没办法 所以只好把他吃掉 你知道吗 这个母鬼又把五百个小鬼 没办法 又把他吃掉 你知道吗 很可怜的 可怜到极点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 你可以让这个女鬼 你跟她念辩食之后 她吃了饿鬼胜甜 你可以帮助她的小孩 通通离开饥饿 所以太慈悲了 所以受者的利益 二十九页 念一下 受者的利益有三 一 能具足饮食皆得饱满 二 恶鬼升天 三 婆罗门仙 诸根具足圆满吉祥 二 失者的利益有食 一 具足无量功德 二 寿命延长 三 成就供养无量如来 四 颜色鲜洁 五 强济 六 叶叉罗叉鬼等皆味 七 心得清净 八 正犯天威德 九 于诸怨抵常得胜 十 三宝意念 诸天勇护 可见经常诗识 并念诵辩食真言 对受诗者与诗诗者 皆能获得大利益 所以祈求大家 要 拜托大家慈悲啊 一定要 真实去施食 七颗米 一点点饭 一条面 一公分的面都没关系 就算多人都没有 念出声音也可以 或是你经过人家 卖面包店 卖咖啡店 卖饭餐厅 一定有食物的味道 有味来念 附近的众生 马上离开百万年的饥渴跟痛苦 太慈悲了 而且你也得到了这么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 能够回想给众生 再来甘露水尖言 那么 我永远 劝各位 买个瓶子好不好 不不不 不然我送你好了 这么便宜 你把咒语 今天送给你不动佛 心咒 放在里面 你把咒语放 咒语永远不会坏 但是这个水 就得到不动佛的加持 这个水 得到大水球咒的加持 碰到的众生 上瓶往生极了世界 所以各位 这个很简单 你把女人化妆水的瓶子用完了 每天装一点水出去 喷喷喷喷喷 这样 这个世界靠着我们 这样去利益众生 不要觉得 所以每次人家问 师父你拿这个不好看 不知道你要拿什么 我也拿这个已经很好看了 以后我死了 就这样 对不对 因为他能够利益众生 上回有个菩萨 师父加持一下 我就拿这个 说你拿这个加持 我这塑胶瓶 哎呀 有眼不适泰山 这个帮助多少众生 这什么塑胶瓶 对你来看是塑胶瓶 对众生来讲是甘露 不一样 所以各位 去买一支瓶子好不好 像我已经喷到 医生说这个骨头都受伤了 然后我说没关系 以后我是投棒球选手 金刚手菩萨 因为手会很有力的 你现在怎么样消耗你自己 都是在增长你的力量 因为这个手本来最后就要死了 还不如现在好好用 有什么好保留的 这个嘴巴本来哪一天就会 不讲话再见 死啊 对不对 你还不如现在多讲佛法 不要浪费 你们看我边讲边吃药 边擦唇膏嘴巴干 医生说你已经 我已经讲话 讲到嘴巴都干了 这样 那时候我跟医生说 没关系啦 反正最后都会不讲话的 结果医生每次想 奇怪 你为什么越讲声音越好听 我说过讲过讲 过讲过讲过讲 因为我都讲好话 我又没在骗人 讲的都对众生有帮助的话 所以我都觉得 像我的师父 干妈爸 他讲什么话我都听不懂 因为他仗人 但他声音只要一出来 我就OK啦 这样 因为光他的声音 可以度多少众生 里面听不懂都可以度多少众生 为什么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 为人家念佛 祈愿 持咒 所以 就算生命对他死亡 都是快乐 所以大宝法王上一辈子死的时候 全身癌症 全身癌症死掉了 但是他快死之前 还跟医生说 你把我血抽出来 医生说 你全身癌症 那个血有用吗 结果抽出来的血 做成血干露丸 不得了啊 那一天我拿一个干露丸 给我们大洞隆佛学院的老院长吃 因为他说他身体不舒服 他有神头一看 哇 这里面有佛陀的血 我说你厉害 噶 噶 得癌症的血 就是佛陀的血 因为他就是佛 所以他身体火化的时候 死掉了以后 回到印度去火化 一火化 砰 心脏跳出来叫 心脏射立 整颗心脏变射立 他的骨头烧出来 整颗骨头上面 等于一尊观音菩萨 不可思议啊 为什么 人修行 所有东西都可以避以众生 所以各位要 嘴巴多慈悲 好不好 任何脏的水 被你摸一下 都变甘露水 因为你经常念甘露水真言 所以我每次在饭店门口 哪里都会洒水 虽然不变甘露水 至少我有心 但是你要尽力 哪一天他就会变真实甘露水 好 所以念甘露水真言 十六种功德 我要带各位念 希望各位念到背下来 非常有信心 而且愿意跟别人说 不讲太难过了 一杯简单的水 都可以变众生超度的功德啊 二十九页 来下面功德 一寿命长远 二颜色疏美 三气力充盛 四心肠欢乐 五辩才无智 六恒无吉祥 七口中相结 八人皆敬仰 九天神侍卫 十披生遮鬼现行共吉 十一身无疾患 十二威得如亡 十三恶人恶鬼间接生起 十四得千轮王福 十五梦见诸菩萨如汉 十六所生之处世界震动 所以一个慈悲的人 哪怕念甘露水真言 你不管到哪里脱胎 世界震动 而且你得到这十六种功德 布施给别人 让别人长述 让别人外表好看 让别人气力充盛 等等 所以我来 冬至已经第二遍 上一遍也讲这个 今天也讲这个 下一回来还是讲这个 为什么 各位你学会这个 什么都解决了 有现实福报 能够解脱 能够成佛 但是目的是希望各位 真实去做 好不好啊 最好你传个相片给我 我来路边还在喷 好耶 好地质 慈悲 最好冒个烟 再射个水 找个相片给我 感谢佛陀 有人在做你的事啊 所以各位要慈悲 因为你眼睛看不到他们的苦 那他们真痛苦 那些孤魂野鬼 男鬼女鬼 真痛苦 所以佛陀交代我们一定要做 这是大乘佛教的精髓 大乘佛教的精髓 就是死死鬼道 放蒙山水路 放燕口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报 好